爱德生产县大马兴山慈祭志工 八天动员超过六百人次 做出七千多个防护面罩 真的太感恩了 新山慈祭园成立疫情关怀小组 接收到医院及医护人员的求助 也收到各界善心汇聚来的物资 静思堂成了医疗小货仓 将N95等医疗口罩 隔离医 PPE防护医 血氧测量剂 防护插管箱 以及志工亲手制作的防护面罩 等多项物资赠予柔佛州 多所医院及诊所 我们属于前面 每天都面对很多病人 现在那个COVID-19 不只是一些人中 我们不知道谁有谁没有 病人来的时候 对我们一个风险 不管是什么病来 我们都一定要很小心 所以我很感恩 此刻可以帮忙我们做这个东西 除了收治确诊患者的政府医院 私人诊所也面临防护面罩短缺 COVID-19 很多病人其实他们并没有症状 这些肌肉对我们来说其实很重要 因为就好像一个士兵要去打仗的话 他一定要有足备的设备 不然的话 我们在面对这样强的病毒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好像是带着王继枪去打仗 所以有这些设备就让我们的准备比较充分 然后对医护人员来讲的话 他可以确保我们的生病也不会受到威胁 确诊数逐日增加 在还看不到尽头的防疫路上 民间爱心力挺医护支援前线和病毒作战 待新闻谢九龄 陈继婷 叶秀文 马虾报道